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中国经典动画电影《天书奇谈》,历经38年后,在今天以4K修复版的形式,与广大观众朋友大荧幕相见了。 这部动画由王树晨、钱韵达担任导演《包雷·王树晨》编剧,故事根据罗冠中冯梦龙编撰的神魔小说《平夭传》的部分章节改编,讲述一个较诞生的小孩在师父员工的引导下,学习法术为天下百姓消灭狐妖将天书传承的故事。 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彩色动画长片,《天书奇谈》的修复版,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始动画的笔触,和颗粒感的同时,极大的提升了画面的色彩表现、清晰度和流畅性,声音效果也更显明亮饱满。 可以说,4K修复版《天书奇谈》的上映,既是一个让大批70、80后重温童年并领悟新知的契机,也是让小朋友观众们认识、体验、感悟经典中国动画的绝佳时刻。 重新观看这部38年前诞生的国产动画片,我们会发现,《天书奇谈》通过融会,使用大量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和故事素材,达成动画片所需的有趣、好看等观赏效果之外,依然践行了中国文艺作品载道、警示的传统,在娱乐、美学和思想价值上,达到了高水准的平衡。 尽管,它可能在名声上,不如上海没影场的另外两部经典,《大闹天宫》和《哪吒闹海》来得响亮,但它的艺术价值却不逊于后两者,也足以让当下不少高票房动画片相形见处。 相信很多大朋友看完电影后,会感叹这部小人书式的动画片,竟然包含着如此之多的现实要素,故事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之广,对时必讽刺比较之心了,都令人惊讶。 这就不得不说说电影故事的选材和编写,天书奇谈选的故事,并非西游、风神这样世界观令构,驾攻感强烈的神话大IP,而是来自《平夭传》,一部基于民间传说,以及市井流传,画本编转而成的神魔小说。 书中的妖怪与常人并无不同,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施展法术,他们的一言一行,都具有社会性和人情味。 因此,故事往往能以相对亲和、直白的方式反映政治风云、社会生活、民间风俗,堪称一部明代社会的风情化。 天书奇谈选取了《平夭传》,比《担子和尚》与《狐狸精片段》,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增改。 故事并非仅仅跟随英雄主角诞生发展,而是从师父员工,小侠客诞生,狐妖团伙三方视角展开,加强狐妖借着骗术为祸人间,最后静止通天子朝堂的故事线索,铺开了故事映射世间百态的广度。 电影也在开头和结尾,呈现了师父员工两次对抗天庭的行动,将天书、传授人间被延成。 看守天书不利再次被罚,这就是一个在传奇故事里,往往被用作给后生主角、传授技能的老牌工具人,拥有了普罗米修斯道火种式的反叛精神与悲剧内涵, 丰富了电影在主题表达上的层次与深度。因此,在《天书企谈》里,我们不光能看到一个小英雄习得法术,出强扶弱的英雄类型故事, 也能看到佛四出家人的隐隐狗狗,部分百姓的愚昧轻性,达观显贵的贪婪剥削,底层人民的善良淳朴,以及统治者的残酷伪善。 前者上演的传奇不会过时且具有普世性,而后者绘制的事情图景,对应现实依然具有穿透力。 更让我们惊讶的,则是不少略显尖刻、成熟,乃至暗黑的表达,都相当轻巧,灵动地汇入了动画片应有的爽朗风格中。 全篇洋溢着的自然同质感与自由欢乐神采,显示了当时创作者的高超记忆与诚挚同心。 为了呈现狐狸偷盗天书后的小人得逞情景,电影特制了一段活色生香的狐狸群舞场面,仿佛他们的酒后庆功大会,狐狸狡狭的动物特性与反派洋洋自得的情绪,一次有了一个极具动感和娱乐性的呈现。 而这对于一道表现反派,就容易表现的刻板,严肃的中国动画来说,是相当少见的。 除了灵动气质,影片的另一大亮点就是有别于日本、欧美动画的中式传统画风,以及大量民俗元素的妙趣表现。 以人物造型为例,电影借用了雕塑、戏曲、剪纸等艺术形式,创造了诞生、狐妖、攀官、皇帝等生动传神的动画形象。 电影功底重彩的美术画风搭配着传统名乐,在表情达意上有着不亚于西方画法的形象感,并且不施东方气韵。 在狐狸为小皇帝表演戏法的戏里,我们还能看到采高桥、舞龙诗等民间活动。 天书奇谈的魅力也在于此。 它深段灵活、寓教于乐、适应儿童的观赏能力。 同时,也留下了大量可挖掘联想的意涵与止射,让大人看起来不觉得幼稚。 符合普遍意义上,我们对优秀动画的期待老少贤疑,雅俗共赏。 除此之外,最为关键的一点,是我们能从它身上,清晰地领会到中国动画的民族身份。 它没有像当今一些国产动画一样,强凹东方姿态,而是让民族这样一个触角庞杂的概念。 自然的融入禁故事、风格乃至一些边角余料的小段落里。 如此天然而成的气质,便足以看出,三十多年前的上海煤营厂创作者们,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热爱,以及在技术上的把控能力,假如能够一代代传承下来,中国动画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。 但令人遗憾的是,天书气坛,大闹天宫,哪吒闹海,所代表的中国动画,与上海煤营厂,并没能熬过时代转型的阵痛与动画产业危机,陷入了低潮。 要知道天书气坛,其实一开始,是一部中英合拍片。 1980年初,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一个中国神话故事剧本,称要由他们投资与上海煤营厂,合拍一部动画长片。 但在主创人员重新编写剧本后,BBC的资金却迟迟没有到位。 而制作早已经启动,一部经典竟然是在意外中诞生。 虽然BBC最终明智时未归,但据导演钱韵达讲述,也正是得益于有合拍片这个身份,让当年天书气坛的创作者们可以放轻松胡来。 使这部动画的喜剧画风,不同于那个年代纯国产创作的正经严肃。 如今我们大多将这个小风波当作一个笑谈,看中的,是上海煤营厂的惊人创作力。 但这个意外也透露出一个信号,时代的新风已经吹来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上海煤营厂就已开始承接合拍业务赚钱。 而自八十年代末开始,各大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就开始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,带来的种种挑战。 随着全国各地,尤其是东南沿海外资或中外合资的动画企业崛起,人才外流的危机开始显现。 1986年到1990年短短四年间,先后有一百余位不同岗位的上海煤营人离职南下。 电影正式进入市场花钱,和新人才的断层和流失,与各项制片成本的提高,一点点瓦解着上海煤营厂的力量。 在此形势下,上海煤营厂为了求生存提出了以上养溢的方针,试图用商业动画片养活艺术短片,以此继续鼓励艺术动画在形势和手法上的创新。 所以,上海煤营厂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动画连续剧和系列片的制作上,推出了舒克和贝塔、葫芦小金刚等波受市场欢迎的动画产品。 但在1995年1月1日,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正式取消,对动画片,实行了40多年的计划经济指标政策,动画片成为了第一个被全面推向市场的片种。 计划经济的保护罩终于破裂,稚嫩的动画片率先承受风浪,在人才、资金、产业架构等多方不足的情况下。 上海煤营厂自八十年代以来,以商养衣的发展计划与转型策略,也不得不宣告失败。 以上海煤营厂为代表的不计投入的精工细作,与大胆前卫的艺术探索趣味,在失去体制保护后,也许注定在多变、残酷、现实的竞争浪潮中溃败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个时代,也应照着一群人的艺术创作方式和成果。 重看天书奇谈的最大意义,或许不是如老太一般怨念一代不如一代,一味披薄如今的国产动画如何如何,而是在重温国产动画曾经的高光时刻后,袭击当今的创作者,能从往昔的繁荣里减实前辈的智慧与勇气,警戒他们的失败,从而更好的迎向未来吧。